如果你在找不到练习的这个档案的话 你不妨可以在这个Google开放资料找一下 那像政府的开放资料有没有 里面的话其实目前已经提供了 总共有多少 全部资料集里面的话 总共我记得已经提供了46,000多种的资料 包含各部会 然后各地方机关 还有呢 各个主题 什么三配券这边都有 然后还有什么提供的等等的 还有各种分类 或者你如果不知道你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比如说呢 我举个例子像那个什么 台北市这边 第二个是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 假如像最近会问同学说 到底台北市哪一区的切到案件最多 最容易失切 你可能不知道 我猜我可能 当然谁你怎么会你又不是警察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哪边资案最差 但是呢台北市有公布资料 你只要打个窃盗 关键是打个窃盗 台北市的窃盗 这边的话它就有什么台北市的窃盗案件 假设说你是针对住宅的话 它有把104年1月到109年的8月份的窃盗案件 你会发现这个点击下来的话 这边有一个下载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下载 它会是一个CSV的档案 CSV的档案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用什么 用Excel直接开起来 所以你点击下载 它会问你要不要储存 然后把它存在下载区好了 下载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开启 它会直接用Excel直接把它开起来 那你会发现总共有五个栏位 这五个栏位把它选起来 快点两下 把它自动调到栏宽 那你会发现到底哪一区的这个自然最差 可是问题来了 有区这个栏吗 没有啊 所以怎么办 你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栏位 这个叫什么 叫区就好了 比如说你这边可以把这边输入个区 这一栏对不对 然后区在哪里 逻辑上好像看起来 好像都一样 它刚好在哪里呢 第四个字到第六个字 所以第四到第六的话 当然这个比较简单 你可以用文字类的函数 可以找到什么MID 对不对 该没问题吧 MID这个地址 第几个字呢 第四个字 台北市 台北市有三个 它第四个字开始 那要取几个字 区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三个字 因为台北市没有四个字的区吧 或两个字没有吧 OK 所以按确定 这样向下填满 其实就OK了 那如果你要统计的话 很简单 你直接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按个确定 然后把区拖拉过来 把区拖拉到值 区到列 区到值 意思就是说帮我算几个 然后呢 在区这个就帮你统计出来 然后把游标放B4 资料里面的排序呢 把它递到A 由大到小 有没有出现了 中山区 士林区 万华区 所以前三名 尤其是中山区 其实应该可以想得到 中山区那边常常就是有什么案件 因为那边好像有一些 深色场所 对不对 那哪一区 切的案件最少 大同区 OK 为什么 那边有 那边比较 难道是因为那边有大稻埕吗 观光课比较多 OK 然后南港区 如果未来你想要画个图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利用这个分析 它有一个枢纽分析图 那你甚至可以马上画个什么 类似像这样的图 高到低 视觉画结果就OK了 甚至如果你要看比例 因为其实数量 如果你要强调是比例的话 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圆形图 圆形图的话表示它的比例 哪一个多哪一个少 然后在这上面的话 你甚至可以再加上什么 加上它的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可以到终点外侧 数量就出来了 可是如果你不要数量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百分比 然后类别名称出来 马上就出现了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哪一个区 第一名最多的就是这个 中山区 甚至你可以把中山区这边点一下 再点一下这一块 你可以往外拉 中山区第一名 像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甚至把它贴到 这个上面的标题 如果不要的话 把它删除掉 或你可以再加一个标题 你直接可以放在PPT 如果你将来要做一些好报告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拿去 马上就是可以有数字结果 很快 就有个大概的资料了 但问题很多时候 这个是比较刚好 就是区的部分 可以 可是如果说今天 问第二个问题 如果说我想要统计 哪一条街 或哪一条路 有没有 这个切当按键最多 帮我排出前十名好了 哪一条路 那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就没有办法像刚刚一样 什么第几个字 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这么单纯 而是什么 哇麻烦 有点像前刮壶 后刮壶那个 但它的前刮壶 又不是一个固定的符号 它的前面这个 比如说哪一条街 或哪一条路 前面可能是里 有没有 也可能是区 也可能是零 哇 至少有三种可能性 怎么办 所以你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一定还是零 因为一定比较靠近路 如果找有零的话 先找零的位置 没有的话再找零 再找区 那这个可能要做 这个所谓的三种判断 对不对 如果再来就找什么 后面的话就是一定是街 不然就是路 还有没有什么可能的 什么街什么路 还有什么 像不是 因为我们主要是路而已 哪一条路上 应该还有第三个 应该是道 市民大道 还有什么 开达格兰大道 如果那个应该比较不会有失窃的问题 对 会有人去偷那里 那边应该只有 也没有住人 没有住户 所以那个应该不太可能会有失窃 但市民大道会有 所以如果假设你们可以回去想想看 这个可能是给各位回去练习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产生一个栏位 叫做路 街 道 好了 街是这个街 街道的 OK 也就是说反正我就是要出 就是把这个 万宁街放过来 宗孝东路放过来 不是叫你土法链钢 如果土法链钢的话 那还得了 那可能坎错向下的话 总共有3039 3039 那你做多久才能下班 如果老板说你帮我统计一下 而且你们是刚好是做房仲的 对 房仲业总至少要知道这些讯息 如果人家客人问说 你知道哪一条路上那个切单件最多 尽量避开比较好 哪边最少 没有在这上面当然是最好 OK 所以怎么样得到这一个栏位 因为如果你得到这个栏位的话 那你才有办法做枢纽分析 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那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跟各位讲 你有枢纽分析表的功能 你也做不出你要的结果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 那个其实最麻烦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在处理这种 资料的什么 分割的问题 就是取出什么 取出你要的资料 从这边取到这边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的话呢 万零接 取到这边的这个动作 这个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的逻辑 至少前面的逻辑 会有至少三种 零 里 区 OK 然后后面的话会有 入 接 到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这两个找得到之后的话 然后呢 那你就可以把中间的资料取出来 所以可能会用到像那个Find函数 这个有点类似可以用到像151那一题 的那个范例稍微修改一下 只是说难度应该会更高 那这部分请各位回去想想看吧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做枢纽分析 OK 那这个部分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把重点再回顾 一 你可以开 Google 关键是打开放资料 二的话呢 找到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 点击之后呢 请你在上面 关键是打一个什么 窃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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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找住宅啊 当然如果你想知道说 到底台北市的哪个区或哪一条路上 汽车切带按键最多 或者是机车的切带按键最多 有没有 或者是什么 脚踏车 脚踏车 脚踏车应该很麻烦吧 这怎么登记 上面也没车牌 这些资料到底你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哪个地方有发现抢的万件 不过你会发现 你看完这个资料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台北市的治安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你看看做像 104年到109年 这个应该有6年的时间 快6年 5年多的时间 总共发生了3000多期 也就是大概一年顶多不到600期吧 等于是一天不到两期 等于是说台北市这么大 一天不到两期的住宅切带按键 这应该是治安算很厉害的吧 OK 那你再看那个汽车的切带按键 汽车的切带按键 好像也才五六百笔而已 OK 所以等于是车子好像门不关 你钥匙放上面都不会有小偷偷的感觉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看了这个资料 我想说到底是吃汗太严重还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安全 里面你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主要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我刚刚讲的方式可以统计出 当然区比较简单 可是比较难的是这个 就是怎么把路接到这个栏位取出来 想想看 当然这边当然你可以用Excel里面的函数 不过我后来发现 像这种复杂的问题 最后还是用VBA比较恰当 因为即便你可以用Excel里面的函数 我想应该也是太困难了 怎么做 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下一次也许可以再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怎么做 其实讲完你会发现 跟151那一题的那个程式还蛮像的 可能你会先找A A的话就是前面的开头是0还是里还是区 后面的话是接还是到还是路 OK那就是一个A一个B 然后再A有没有 A加1然后B减A 有没有那个大概逻辑差不多 另外的话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还会再教各位就是如何输入资料 怎么样输入资料 因为同学会常常问到就是说 他想要怎么样 让人家输入资料 但是又担心说人家乱输入 所以我们下一次可以拿一样逻辑函数里面 教各位如何做个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概念 假如我今天希望输入姓名 输入这个答卷考核 或者操作考核面试考核 假设三个成绩好了 自动输入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算出平均成绩合格不合格 还有它是ABCD哪一种 我demo一下A 假设它叫AAA好了 名字 分数 enter的话直接把资料呢 把资料呢就填上去了 ok有点类似像资料库啦 然后BBB好了这个人 然后他的分数 enter 这个是用算完 但是这边有没有防呆呢 也有防呆 比如说它底下没输入按新增 它会跳出你怎么没输入一定要输入 另外你也不能输入超过什么 超过100分的 否则它会检查出来 这个我有把它防呆 就是不能打错啦 这样才会输入正确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它会不会乱改成绩 假如有一些人偷改 偷改一下 改个100分 抱歉 受保护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以后我给你出路 但是你只能透过表单 其他地方不行 这样子的话就妥当了 有些时候给人家 然后回来都面目全非 然后到底是谁改的 没有人承认 最后只好你默默的就把它 又把它整理了一下 你就会发现你花最多力气 都在帮人家擦屁股的比较多 ok所以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请别人输入资料 你给他一个档没关系 但是呢 只能够透过表单输入 ok 而且还防呆 你不能给我乱输入 按照我的规则 如果不按照规则 很抱歉 无法输入 另外的话呢 也无法串改 你想改 很抱歉 所以你给我的东西 有人会想说 是他会不会背后 他会不会看懂那个VBA 的那个程式怎么写 当然理论上是会啦 不过后面会教各位 可以把那个什么 把里面的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VBA的程式怎么样 一定要锁个密码 有没有 他可能将来 你比如给人家档案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可能会知道 他可能有学过VBA 他会来看一下 对不对 他就知道你是怎么写的 那没关系 你可以把它锁起来 我这个难度又会稍微高一点点 那回去的话呢 也许下一个礼拜我会再跟各位在说明这个部分怎么做 OK 那刚刚讲的这个开放资料部分 也许回去可以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 OK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先讲到逻辑函数的部分 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会针对那个 刚刚讲那个什么 住宅窃盗案件的那个路 那个部分 再讲怎么做 另外的话还有关那个表单的设计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